国足绝地反击 无期张林鹏持援U23国家队 两大争冠目标曝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我们国足征战完世界杯之后 到底有哪些比赛还要继续进行呢 我们国足这边的征战争冠目标又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具体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国足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众手周知啊 在此前呢 我们国足已经完成了世界杯四季赛的征战 并且最终呢 是拿到小组倒数第五的成绩了 倒数第二成绩了 回到了国内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国足的球迷来说 在经历了这一次四季赛的低谷之后呢 肯定也非常的期待 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国足在后续 还能够去征战更多国际性的大赛 争取在国际性的一些比赛当中呢 去挽回颜面打出更加漂亮的成绩 而就在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根据中国足协呢 这一边的一个最新目标显示 可以了解到呢 我们男主啊 在今年下半年呢 还有两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 那么这其中的参赛的队伍呢 又以U23国家队为主 那么这两场比赛呢 分别是七月份的东亚杯 以及九月份的亚运会 目前呢 去为了备战这一次的啊两次比赛的话 我们国足这边呢 确实也是非常的重视 包括我们看到了啊 无锡张林鹏以及张玉林 这三个超龄的老将呢 也在近期啊正式得到确认 那么宣布了加入我们U23的国家队 目前呢 根据足球报的一个报道 我们可以了解到的这三个老将之后呢 将会跟随U23国家队一起集训 之后呢 整专待发之后啊 就会出发前往啊这两次的比赛争取拿到好的成绩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国足啊 包括主席这边呢 确实想要绝地反击 想要争取在后续的两场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甚至把这一次个目标呢 放在了冠军身上 毕竟我们很清楚啊 现在呢 其实啊 不管是这个东亚杯和亚运会呢 整体的竞争强度呢 比起世界杯的四季赛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中国国足呢 在这两场比赛当中的话 其实确实完全有机会呢 能够表现的更加好一点 而且呢 这一次U23的国家队的整体实力跟表现的话 相比较于我们过往另外一次成年队的一些队伍的状态呢 确实也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一支年轻的队伍呢 是由外交来带 而且呢 在最近征战的成绩呢 也非常的不错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呢 这一支年轻的队伍能够代表国足啊 在国外征战包括在家门口去征战亚运会的时候呢 会有更加亮人傲人的成绩 当然其实从目前足协这边的安排来看呢 他们把这三个老将放进来呢 其实最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抽人数而已 那么第一点原因呢 就是让这些老将加进来呢 去壮大整个球队的实力 那么毕竟呢 作为一个前辈的话 他们拥有着更多国际性的经验 由三个老将带着这些年轻球员去参加比赛呢 相信将能够走得更加顺利 踢得更加的精彩 而另外一方面呢 那么这三个老将在的话 对这些年轻球员来说呢 也能够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毕竟我们很清楚 对这些年轻小将来说 他们参加国际性的大赛比较少啊 所以可能面对一些国际性的对手的时候呢 可能会犯储或说会比较害怕 就比较担心 那么心态也会有一些失衡 但是有这几个老大哥在场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呢 将能够更加大胆的放开手去拼 去博争取帮助国家对争夺更多的荣誉 所以可以说随着目前我们组写 这个最新的计划曝光之后呢 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次 我们中国国族呢 真的有可能崛起 争取在这两大赛当中 取得更加漂亮的成绩 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